加入,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决定 加进来之后的话,理论上 我会把第一次上课 如果你有留E-mail,我会寄给你 但是第二次上课以后的话 你们自己加,我会把影片上传之后 会放在YouTube 所以在这个连结,底下会有个完整影片连结 你点击之后的话 如果你是手机,一样可以在YouTube上面自行再观看 OK,然后这等于是上个礼拜的影片部分 当然如果你每一次上课,听完每个影片 如果有问题,下方其实是可以留言互动的 OK,所以这个当然 还是要自己花时间 上个礼拜其实讲的比较偏 这个资料处理 用VBA处理资料的部分 当然资料处理不是只能用VBA 当然你也可以用E-mail里面的函数 来处理 不过以上个礼拜的这个邮递区号的问题 基本上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总共有八段影片 那这八段影片的话 OK 首先当然我大概重点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台电的资料的下载 那下载方式 当然以前如果你用图法链钢的方式 当然浪费时间 那我们有个连结 基本上会是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在云端上面 一样找到云端白板 那这个里面的话呢 就有第一个单元 OK 点开来的话呢 就会有我们上个星期 讲到那个范例 那当然呢 在我用的资料 主要是以那个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我们当然这个开放资料里面 格式最多就是CSV 那CSV里面的话有四万多种 那哪一个比较适合练习 那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再抓 我上个礼拜是用那个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 这里 等于是第六页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台电的那个用电 这个统计资料 那当然我的想法 看到这个资料 我第一个想到 因为前一阵子常常停电 我想要知道说哪一个县市 是用电大户 那可不可以很快让我知道一下 而且这个数字也许不一定非常精确 我大概想知道 大概哪一个是最多 那多多少少多少 是不是因为呢 就是比如说像台积电 用电是比较多 所以那些县市 相对的也会用的比较多 这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其实可以 从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得到答案 那当然第一个 这边底下有一个连结 我这连结的话点起来 也会连到那个开放资料里面 那开放资料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各个年度 那我们上个礼拜 练习好像是这一个 那你会发现 它提供的就是CSV的 打案格式 当然未来 还有其他的 比较常用像CSV 像JSON JSON 或者是XML 这些其实都常看到 那我们如果要下载的话 当然几个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点选这个箭头 点下去它就下载了 那你再把它打开 OK 那打开来的话呢 当然 也是有打开了 不过 我们未来是希望说 如果将来的资料量非常庞大的时候 如果你每次都用人工的方法去点 然后去开的话 其实蛮浪费时间 还有一点就是你下载的时候 你点 然后把它打开 一般现在很多资料 它的编码的格式是UTF吧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今天的这个资料 其实这边也会显示 你可以点那个 检视资料这边也会显示出 它的编码格式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 假设是UTF8的话 那用Excel开 直接开启会是乱 所以之前我建议各位 你可以先开Excel 然后直接利用那个 Excel里面的资料 资料里面有一个就是 从文字档的一个选项 那如果你假设用这样的方法 资料里面 从文字档 文字 那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应该也有这个功能 然后去找到那个档案 把它开起来 那这样的方式 好处就是说 它会自动去侦测你的那个 这个 你的内码 OK 然后你就选正确的 其实打开就OK了 那其他的话 当然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栏位 等等的相关讯息 当然你们 除了这个范例之外 你也可以再找其他的案例 来练习 那当然 第一个如果我不要手动 去下载资料的话 那其实我在这下方有两个 两个这个程式嘛 那这边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我不想用人工的方式 去下载资料 而是希望能够透过 程式的方式 VBA 帮我去下载资料 到Excel的话 那其实 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方法 比较常见的啦 像用那个 XML HTTP 物件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提到的第一个 OK 那这个物件相当重要啦 其实有点像是 看不到的浏览器 也就是说你有点像 把资料先放在这个物件里面 有点像看不到浏览器 然后再把资料呢 从这个物件里面取出来 所以我们一样 他会用一个Open 拿一个连结 那你连结你给他 这个连结就是 我们那个 开放资料上面的连结 然后呢 把讯息Send 这个Send的话 是Send给Server啦 因为这个资料 一定在Server上面 他会 Send之后的话呢 有点像提出一个需求 然后Respond的话呢 就是 他会Respond 就是回应给你资料 那资料就是 刚刚的那个CSV 那接下来就是 你自己去切割 那切割的话呢 当然喔 你会发现他有换行 然后有豆点 所以呢 我们其实第一个阶段 是Split 切割嘛 把他的换行切割 变成一行一行 然后再利用什么 Split 把里面的豆点 再把它分开来 然后再放在 我们的每一个储存格里面 那就会把资料全部取出来 这个方法的话呢 其实也蛮常用到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喔 你不用人工的方式来做的话 用这个方法OK 或者是说呢 另外一个方法 用那个Credit Table 也OK 这样 我发现 执行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 OK 那不过呢 当然你可以看到程式啦 其实上 在XML HTTP 跟那个Credit Table比起来 好像Credit Table 这个地方比较简单 那其实重点 就不外乎就是 一样喔 这个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网址 OK 第一个喔 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Pattern Form 就是他的什么 这个Pattern Form 其实就是他的编码方式 那里面的话就是65001 指的是UT28 如果你今天是 Big5 或者什么CP 就是CP950的话 那你可能要把它改成950 OK 然后底下的话 他是不是用Cama 换行 如果你 因为Cama 换行就是 CSV特点 他中间是用 豆点隔开 那记得这边一定要加这个参数 如果这个参数没有的话 那他就不会帮你分隔 OK 然后 Refresh 就是把资料 读下来 然后要不要背后处理 那你就不要 你直接看到 那当然如果用Tree也可以啦 就是 他在背后处理 你看不到他正在下载的状态 那当然上个星期的资料 假设你没有存到档的话 你可以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个C 然后开一个Excel之后的话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 这个开放 这个开发人员标签 记得开发人员标签 其实就从上面箭头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这个一定要打开 那预设没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一样把程式贴到Videobasic里面的模组 我记得上礼拜我们做过了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呢 贴到 贴到这里 那如果你要Run的话呢 其实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按F8 第一行的话 比如说下载到这里好了 第一个 他把资料清空 比如说有旧资料 第二个把 这个网址给他 并且Destination就是 我将来呢 要把资料放在哪个地方开头 其实是放我的左上角 就是A1的储存格 然后编码方式UTF8 然后要不要逗点分隔要 OK 然后Refresh 理论上如果你的网路连线没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他就会帮你把资料给下载下来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当然你说老师我下载就好了 OK 可是问题你下载一个 OK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有这个十个二十个档案 然后你变成说你每次都要轮工 那当然一定会非常麻烦 第二个的话 如果这个资料经常变动 比如说像股市资料 期货资料 或等等的相关的 他变动很很快的话 那如果你还用轮工的方式来做 那你一定会 哇永远来不及 而且你会发现你会非常的累 而且假如说这个资料是在国外 比如在美国好了 他们可能时差十二个小时 十个小时 OK 那你怎么办呢 你不可能说半夜 还在那边把自己打开电脑 然后在那边下载资料 OK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如果用电脑的话 其实就简单了 因为你可以怎么设定时间 时间到之后的话 可以自动帮你去做下载的动作 这个也还蛮常同学问到的问题 其实如果说假设 你们顺便补充一下 如果你假设希望做到时间到 它可以自动下载的话 那你可以记一下有个物件 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其实指的 这个物件其实指的就是 VPA的A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指的是 这个Excel本身 OK 那其实是Visual Basic for Excel Application 那指的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呼叫Excel 它其实里面点下去之后 这个物件其实就指Excel Excel里面有一个方法 我印象中呢 它如果时间到要执行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O ON 其实这边有一个方法 叫做ONTIE方法 OK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绿色的 表示一个方法 那这个ONTIE的话 后面其实你就可以给一个时间 时间到的话呢 它就会去执行某一支程式 OK 它其实可以一段时间执行一次 或者是时间到执行 OK 有点像闹钟 或者有点像计时器 但那细节如果你不太知道的话 你可以在上方按F1 就是Application.ONTIE方法 按F1 F1的话呢 它会自动跳到那个 微软的这个说明网页的官网 OK 里面会告诉你说 这个Application.ONTIE方法 后面挂回Excel 所以 理论上应该是ONTIE方法 这个应该是ForExcel用的 其他的物件 其他的那个 Office其他层 可能就没这个方法 然后它可以做什么呢 它会说 它有几个参数 甚至可以做到排行 哪些是必要的 比如说第一个一定要必要的 时间 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是什么呢 执行哪一支程式 所以程式的名称也一定要 OK 那至于细节 你可以看 底下其实也有一些范例 比如Application 15分钟 15秒钟之后的话 其实你就NOW加上Time Value 记得一定要Time Value 如果你没有用Time Value 格式的话 它不认得这个时间 你不能给加15 15是数字 它一定要是一个秒数 OK 其实如果你是要15分钟的话 你就改中间嘛 15个小时你就改这个嘛 那后面的话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Sub名称 OK 比如Sub名称 我们这边 比如说不是有什么呢 我们这个Sub名称 比如说有什么 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Sub名称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Sub名称 放在那个 我们的这个位置 记得前后要加上它的双引号 这样的话就是 时间到去执行一次 时间到去执行一次 另外的话呢 也可以什么时间去执行 OK Time Value 一样嘛 你几点几分几秒 然后执行某一支程式 OK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做到类似 就是 刚刚讲的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棒的 因为这问的询问度非常非常高 老师我怎么样可以做出像那个时间到 去做什么事情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其实还蛮方便 因为这点我觉得比Python还要更方便 因为Python如果要做排程 其实相当相当的麻烦 比起来的话 我是觉得在VBA里面 这个其实还蛮方便的 OK 所以上个星期的话 主要就是下载资料 所以第一个啦 里面第一个有这个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将来下载资料之后 主要我要统计哪个县市 但你会发现县市这个栏位不存在 所以以后可能你产生的RAW DATA 里面可能会缺哪个栏位 或者是说呢 一个栏位里面你只要取某部分资料 那其实很多时候 你可能都会用到VBA 那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函数 其实函数也可以 可是很多时候函数就是不行 因为它可能提供的功能有限制啦 250几个函数没办法全部都包山包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写VBA OK 那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们其实是在这边再多插入一个 一个栏 那栏位名称的话叫县市 那可是问题喔 这个县市我要怎么去查 那其实可以从什么 从邮递区号里面去查 那邮递区号里面呢 怎么得到啦 那当然我这边有一个连结 是去抓那个邮递区号的 这个位置 的一个网 它的一个Excel档 那我们可以其实把它下载之后 再把它怎么样 正规化 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那至于细节我想请各位自己再把它完成 那我们就是有个县市 然后有个资料正规化的结果 长得像这样子 那并且把这个资料正规化的结果 抠过来 OK 然后呢把它 底下的放A2到Ctrl Shift向右向下 可以把它加一个邮递区号名称 OK 名称的话就定义啦 反正以后按F3 就可以查表查到 那所以我们县市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V的函数 然后给这个 Table Array的话记得F3 然后找到这个 然后第二栏嘛 OK 然后把它输入不要找接近的 那这样都可以全部查到 向下填满 那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资料 全部查完 可是这个资料可能要特别注意 好像我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 它好像少一个70...702还是703吧 因为这个里面有个C区没有查到 所以这个可能你要自己补一下 如果没这个资料 你可能会有一个 请NA的错误信息 查不到资料 那再来的话 好像上个礼拜有多一个栏位 就是在这个地方 再插入多一个栏位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 如果你把它全部加总在一起 度数会太多 所以我把它改成万度 也就是说呢 单位把它改成一万... 以一万度为单位 所以后面我再补一个 比如说万度好了 的一个单位 然后我们就利用万度来做统计分析 万度 然后万度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资料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前面的栏位这个部分 再除以一万千万 然后向下填满 所以至少我们就多增加了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 县市 OK 一个栏位是... 以万度为单位 那... 再来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枢纽分析 那枢纽分析的话呢 基本上喔 我们上海方有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枢纽分析 就是直接拿这个资料 来做统计 统计完之后呢 得到最后的结果 那就知道说 哪一些县市喔 它的耗电量是最高的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喔 如果今天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每天都要统计一堆的资料 然后呢 会需要做很多的报表啊 画很多的图 那如果假如还是用人工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一定... 会很耗时间 而且我... 那我们假设希望喔 它能够用程式的方式 自动帮我做完枢纽分析表 并且会是我需要的枢纽分析图 自动放在我想要放的位置 然后设定它的大小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喔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 因为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喔 其实基本上现在用的还蛮普遍的 可是在VPA里面 如何可以帮我们自动去绘计 这个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喔 这个蛮重要 那至于要怎么做喔 这个部分的话喔 其实假设你不会写的话 网路上其实查 好像也查不到太... 比较详细的 这个相关的参考资料 那我是建议啦 你们可以用录制的 OK 那录制的话 当然就是把上个礼拜喔 插入枢纽分析表 这个动作喔 你可以用 开发人员里面喔 有一个叫做录制聚集 那你可以把那个 枢纽分析表那些动作 先彩排一下啦 我是建议喔 然后再把它录制出 它对应的那个 枢纽分析 这个之后喔 然后就可以乱乱看 其实得到的结果 我看看理论上呢 唯有把那个对应的程式喔 已经把它改完毕了 比如说 比如像这样 我如果我把它录制完了 那我希望喔 这个我不要重做 我希望呢能够喔 下一次呢 可以把那个工作表 删掉 然后呢自动帮我产生枢纽分析 的这个表 然后呢自动产生枢纽分析图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你们会发现喔 如果你执行下去喔 当然如果你直接录制喔 假如说呢 你没有去做一些修改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像刚刚看到的结果 就是会发生错误啦 那比如说这边会出现什么 无法开启喔 那个资料的来源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改 这个我们待会来看好了喔 OK 请各位先试着把 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喔 先准备喔 待会我们来看那个 属纽分析的部分喔 choses